今天我们来测评一款毛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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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冷藏过后 你们知道你们的蛋糕卷 为什么总是容易开裂吗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们不会烤 而是你们不会卷 今天就教新手小白 如果正确的卷出完美的蛋糕卷 放凉后盖上油纸 借助亮网快速翻过来 撕掉高温油布 然后这个边给它斜切45度 这样卷起来会更加的服贴 注意看一下这个鞋的切面 在这个下面垫上一个防滑垫 卷的时候就不容易滑 或者在这个前面放一个东西挡住 假装这是一个擀面杖 然后我们把它压在这个油纸下面 然后往下按 这里收口的地方要给它按紧一点 擀面杖向身体方向卷起油纸 顺时将蛋糕卷往前推 一次性卷完蛋糕卷 一只手往下拉下面的油纸 另外一只手借助刮刀压实蛋糕卷的缝隙 这样就压进来了 这样一个漂亮的蛋糕卷就卷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拿到冰箱里冷藏个20分钟 定型卷紧了 还烤了一个肉松卷 是您具定的 换个角度给你们看一下是如何卷的 这样比较清楚 按照这个方法卷 蛋糕卷肯定不会练 卷的话还是要多练习 喜欢的话可以点赞收藏 我们一起学习烘焙 今天我大侄女来我家 点名了让我给她做一份山姆的伯爵红茶瑞士卷 她说她去买已经买不到了 我们话不多说 先上配方 喜欢的话节奏保存 40克牛奶加40克玉米油搅拌乳化 匀速的先画小圈再画大圈 这样就不会出现泡桃 过筛掉结团的小面粉 这样会更细腻 这里搅拌到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然后呢翻你蛋清和蛋白 这个盆子必须无用无水的 先把蛋黄搓散 然后Z字形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不会使面糊起筋 然后加上瑞士姐的灵魂伯爵红茶 轻轻的给它拌匀 蛋清里放3颗白醋 40颗糖 先低速打出大气泡 再转高速打发 最后低速打到这种弯钩的状态 取三分之一到面糊里 使用蛋清翻拌 可以更少地接触面糊 导致消泡 然后快速地把它翻拌均匀 大约20厘米的高度把它倒下来 浸震两下震出里面的气泡 烤箱提前预热150度 烤32分钟 努力约20厘米的高度 什么冲面糊 初冲面糊 水了 初冲面糊 上海 继续装剪 面糊 上面都是真实企业 直接招到好工作 还可以VR实际看公司 放面又厚 你先看一下 否则是您贴蛋糕串 烤好了 立马拿出来 然后放在量网上晾凉 现在来打红茶奶油 奶油最好用蒸素来打 打到这种酸奶状的时候 我们把红茶加进去 继续打发 夹心可以打得稍微硬挺一点 红茶奶油真的是特别的香 蛋糕卷放凉后撕掉高温油骨 两边斜切45度 均匀的挤上一层奶油 先从中间切一刀 然后再对半切 刀要拿纸 这样切出来的就比较均匀 这两盒等一下给它带走 好吃吗 等一下我打包带一点 我给你准备了 夏天快到了 遇到是雪妹娘的季节了 这款水蜜桃的 然后还做了一款芋泥的 我觉得味道都特别好吃 而且操作特别简单 因为我今天做的是免蒸版的 我特地看了一下配料表 这个没有反式脂肪酸 250克的芋泥粉 直接加250克的开水 一份加8克的紫薯粉 一份加8克的草莓粉 没有厨师机的话 直接手揉也可以的 大约七八分钟 要揉到可以拉丝的状态 揉好的面团光滑不连手 而且融润性很好 可以拉丝 然后把它搓成 大约35克一个的小剂子 这个粉洛洛的 加这个紫色的 看来是太质疑了 现在把它捡薄 我现在捡面条 一不知道被我去哪去了 尽量把它捡得远一点 等一下包出来会好看一点 奶油永远都只在后打 因为奶油打 时间长了 所以很容易变渣 这样25克糖 不会打奶油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中速来打发 打到奶油香酸来装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提前备好的芋泥 给加进来 然后继续打发 中途可以加一点 紫苏粉的颜色会更好看 另外我还打了一份草莓味的 把熬好的草莓酱直接加进去 打发就可以了 草莓酱的视频之前有 可以翻译一下 没有这个小拖子的话 你们就用其他的小模具 和圆形的模具来代替 借助这个刮板轻轻地给它按一下 就变成了可爱的水蜜桃了 再加上一片小叶子 颜值立马提升 ON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